沙漠这个系列的命运可比他本身的故事还要曲折 这个游戏说起来也挺神奇的 这是一个日本人在1999年花了5000万美元的预算做出来的游戏 讲了一个练中国功夫的日本人 从日本来到了香港又来到了桂林 用超越时代的玩法和画面征服了全世界的玩家 真正意义上做到 但沙漠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就销声匿迹20年 成为了又一个不会数三的巨坑 让全世界的玩家魂牵梦营 直到 这个系列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 能让老玩家们惦记了20年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故事发生在1986年11月的横须贺 八月梁回到家中的道场 发现父亲八月盐正在和一个外来者打架 这个人就是兰蒂 虽然他穿着的衣服是绿色的 兰蒂要求八月盐交出一个神秘的文物 龙镜 八月盐不敌兰蒂 但仍拒绝交出龙镜 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角果然冲出来当人质 冲出来要帮父亲 梁被兰蒂打伤 还被兰蒂用来威胁八月盐 盐为了保住梁的性命 说出了龙镜的所在 兰蒂拿到龙镜之后 问盐是否还记得赵孙明这个人 并且指责盐杀了赵孙明 兰蒂让盐像武术家一样面对死亡 然后就一掌杀死了他 盐躺在梁的怀里 留下了遗言 就去世了 梁从受伤中恢复过来 一心只想着复仇 他开始向邻居打探关于兰蒂的消息 终于 梁找到一封写给他父亲的中文信 署名人是朱元达 梁找人翻译了这封信 信中提到了关键人物陈大人 八十年代怎么还有大人 梁在港口找到了陈大人 和他的儿子陈贵张 在他们的帮助下 梁在自己家里的秘密地下室里 找到了另一面石镜 凤凰镜 之后梁得知兰蒂已经去了香港 决定买张船票去香港 只不过找了一个不太靠谱的旅行社 亚洲旅行公司 他的票还被指环王里的咕噜给吃掉了 这个能跳得很高的人 叫茶医 是兰蒂所在的中国黑帮吃油门的一个麻仔 陈大人决定帮助梁去香港 但这个时候茶医出现 砸伤了陈贵张 梁一拳把茶医打到了海里 陈大人给了梁一封信 让他去香港找一个叫陶李少的人 或许可以帮他找到朱元达 之后梁就登上了轮船 前往香港 梁抵达了香港 开始寻找陈大人提到的人 陶李少 梁邂逅了性感机车少女Joy和帮派小男孩翁 一番打听 梁确定了陶李少住在文武庙 在完成了文武庙给他的考验后 梁终于见到了陶李少 真名洪秀英 洪秀英觉得梁一心只想着复仇 不愿意帮他 但其实在背后还是给梁提供了一些帮助 梁在庙里待了几天 又出发去寻找新的线索 在翁和Joy的帮助下 梁认识了可以帮他找到朱元达的人 黑帮The Heavens的老大 任武英 任开始并不打算帮忙的 但他看到了梁的凤凰境之后 终于对梁的旅程产生了兴趣 认为围绕这个神秘文物 有大钱可以赚 决定帮他一起在九龙找朱元达 梁和任开始在九龙寻找朱元达的线索 同时 当地的黑帮 黄天慧 也在帮兰蒂寻找朱元达 梁和他们发生了多次冲突 还被抓起来过 通过朱元达过去的部下牵线 梁终于见到了他 但被斗牛带领的黄天慧跟踪 梁打不过斗牛 朱元达也被掳走了 为了救出朱元达 梁和同伴潜入了黄天慧的据点 黄天楼 这是毫不意外的名字 他们来到楼顶 斗牛在等他 旁边 兰蒂的马仔正要把朱元达带到直升飞机上 梁打败了斗牛 救下了朱元达和翁 兰蒂在直升机上目睹了一切 然后飞走了 一行人回到据点 终于可以向朱元达询问事情的真相 朱元达告诉梁 兰蒂也是在为父亲报仇 兰蒂认为是八月延杀了他的父亲赵孙明 他们都不相信八月延会杀人 但事实是赵孙明已经死了 而八月延带着赵孙明的两面镜子回到了日本 朱元达说 两面镜子合体的时候就会变成一把钥匙 可以开启清朝的宝藏 他建议梁继续去桂林寻找线索 去那里的白鹿村寻找镜子的后人 而兰蒂也在前往那里 在桂林 梁发现一个溺水的小女孩在河里救一头溺水的路 她的名字叫林沙花 女主终于登场 沙花很久之前曾多次出现在梁的梦里 指引她 沙花领着梁来到了白鹿村 并带她来到家门前的巨树 这棵树就叫做沙木 她们发现沙花家里有龙镜和凤凰镜的图纸 想向沙花的养父寻求答案 在采石场的深处并没有找到父亲 但通过一扇门 在一个很大的洞窟深处 她们找到了沙花父亲留下的字条和一把七星剑 字条上说 她的任务已经完成 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 两把剑插入台座 放入凤凰镜 触发了机关 火光照亮煽动 石壁上浮现龙镜和凤凰镜的巨大石雕 剑之后就飘起 浮在半空中 两个人看着剑 意识到至此相遇的情景和沙花唱的歌词吻合 命运的齿轮终于咬在一起 沙木3这个游戏能开发出来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了 Dreamcast当年是带着打败PS挽救世家的使命出生的 沙木就是DC改变业界的次世代大作 是世家最后的赌注 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仅仅是两年后 性能更加强大的PS2问世了 以DC的装机量来说 沙木100多万套的成绩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这完全不足以覆盖高昂的开发成本 和世家山一样高的负债 再之后 沙木2被卖给了Xbox做独占 林沐浴被雪藏 沙木系列销声匿迹 8月2旅程的后续 玩家一等就是20年 一个20年前的游戏 能仅仅靠着粉丝的执念 在2015年以众筹的形式重生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虽然沙木3的众筹预算 即便是放在1999年 也不及沙木1的十分之一 捉襟见肘的画面质量 更像是从20年前直接穿越过来的 但游戏中我们看见的中国桂林 里面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 都汇集着老玩家们真实花出去的钱 和那份沉甸甸的热爱 我无法强求大家都能够喜欢沙木3 但我是真心希望它能够多卖出去几分的 虽然它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游戏 但我能说它绝对是一个值得被记住的游戏 esa儿 凌 在尼